第1351集 千里马 既然白鹿都这么说了 自己也不能拦着他 但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再想找到当年的真相 怕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都很难说 你真的认为你父母这事有问题啊 嗯 所以我想回去汇报一下工作 然后休假 我想先找鹰眼 问问他还知道什么 我和他还有秦凯生都是一起训练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该骗我 莫小玉点点头 好吧 你自己保重啊 如果哪里需要我 尽管和我说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一体的 我不能没有你 也不可能不管你的事了 嗯 我知道 谢谢 白鹿说道 莫小玉上前抱住白鹿 在他的耳边说道 和我说谢谢 是不是外道了 下一次再见你 不知道啥时候了 今天晚上 我陪你吧 这算是安慰我吗 算吧 最重要的是 我不想让你再继续干下去了 放手 跟着我 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 先给我生几个孩子 我送你去国外生活 我去国外还有你送啊 在我查清楚我父母的事情 和局内的事之前 我是不会放手的 这个人 我必须挖出来 不然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人就会在背后开枪 同时变成敌人 是最危险的 白鹿说道 他现在已经变成你的敌人了 两个人相互依偎着耳鬓思磨 但这样的生活是短暂的 白鹿毕竟是经过了特殊训练的人 所以相较于一般的男女私情 他还是很有节制的 好了 帮我联系一下 看看鹰眼到哪里了 我回背景之后呢 我立刻去越南找他 他受伤不清 应该会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吧 莫小于默挤着不想联系 这一点白鹿也看出来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没有 不过我不想让你去见鹰眼 你们俩没有其他关系吧 莫小于醋意十足地问道 白鹿一眼就看出来 莫小于的意思了 不禁气笑了 你是信不过我呀 还是信不过你自己呀 我都信不过 话音未落 胸口就被白鹿打了一拳 莫小于洋装很痛的样子 一下子倒在了床上 别装 给我起来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 再说了 你这么大的魅力 从我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我们一起经历了多少事啊 生生死死 吵吵闹闹 不都过来了吗 你还不信我啊 白鹿坐到了莫小于的身边问道 好吧 我信你 但我可不信那个鹰眼啊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 他说 他就是知道是我 我才毫不犹豫的到香港刺杀我的 我死了 他对你就有机会了 我当时我就 我就想勒死他 我这个混蛋 你见了他告诉他 他帮了我的忙 但是我救了他的命 扯平了 莫小于恨恨的说道 不可能 鹰眼是个恩怨分明的人 格局不会这么小的 他是故意气你的 白鹿安慰道 你看看你看看 你还替他说好话呢 还说你没关系 好吧 我会告诉他的 对了 你对我这么紧张 其他女人呢 你又不在他们身边 就不怕他们给你戴绿帽子 嘿 放心 他们都是身重情人骨 除了我 他们谁都不爱 莫小于黑黑笑道 什么 你居然用这种方法 嗨 逗你呢 我这人还是很自信的 但是就是对你没自信 因为你太优秀了 比他们都有性格 比他们还优秀 虽然呢 不是最漂亮的 但是在我心中 却是最重的那一个 莫小于情义款款的说道 白鹿听到莫小于这么说 斜着眼看他 心想啊 这家伙周围围着这么多的女人 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这张嘴啊 就能哄死多少女人呢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这么说 白鹿警惕的问道 哎 为什么每次我的深情 都被你视作是阴谋呢 就我这样的 需要这么对你吗 莫小于故作委屈地说道 反正这话听着肉麻 可是我的脑子还没麻 还算清醒 莫小于坐起来 手搭在白鹿的肩膀上 将头伸过去 在他的耳边说道 哎 上一次啊 我们配合得太好了 回味又长啊 怎么样 再让我当一次千里马吧 再说另一边 汽车啊 拐进了上品阁的大院 董天明和董子墨 看着夜色里的会所 自己一直都是很抵制 这种夜生活的 但是莫英泽的好意 自己不能不领 现在成了自己求他了 因为他实在是耽误不起 时间成本了 此时的莫英泽 早已站在了大厅的门口 后面站着的是 莫正奇和陈南路 可谓是给足了董天明面子 一家人都在这里 迎接董天明市长了 车刚停下 莫正奇急忙上前 拉开车门 莫英泽就在他的身后 董天明的刚下车 莫英泽就上前鞠躬 握住了董天明的手 哎呀 董事长 谢谢您能光临 里面请 莫英泽和董天明 没有在门口停留 直接进了会所 但是董天明看到会所里 冷冷清清的样子 不禁问道 现在餐饮生意 都不好做了吗 啊还可以 今天放假了 我不想这里的人乱糟糟的 莫英泽说得很委婉 但是董天明听得出来 为了他董天明 莫英泽把会所的生意给停了 今晚不营业 穆总啊 你太客气了 董天明说道 哎 还是小心点好 我们这些做生意的 怎么都无所谓 毕竟不在体制内 但是董事长就不同了 束缚太多 我可不想给董事长带来麻烦 莫英泽在前面带路 领先半个身位 向董天明介绍着 走廊两边的名人字画 和一些领导 来英泽集团视察的照片 董天明一路看过去 唯独没发现自己想要看到的照片 那就是龙顶天来这里的影像资料 心中不禁暗笑啊 这个莫英泽也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自己还是要小心点 合作就是合作 不能掺和别的东西 感谢观看